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随着转播镜头 来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远望谷体育馆 我们继续为您现场直播 第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 接下来进行的这是男子双打的半决赛 这是由发球的来自北京的刘雨晨 和辽宁的李俊慧 这对搭档 联合队的搭档 对阵来自浙江的王一律和郑思维 这是王一律 这球没有压住 球速非常快 又很冲 杀一排 这个球 双方呢我们看到这种半场的平球快打 球速都非常快 继续比赛 这个球第三拍 发完球以后 这个球第三拍的举拍还是有一点点慢 分对角 好球 杀一拍 后杀前锋 这球李俊慧 这一下还是慢了一点 因为有时候这种各自高的队员他在往前 就是他这个挥拍的这种幅度还是有点大 因为他毕竟力弊比较长 胳膊长 力弊很长 所以有时候这种往前球对于高各自运动员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就是你挥拍幅度一大 这个球就有可能下网 5比2 5比2 杀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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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啊 挣扎得真漂亮 防守反击 好球啊 漂亮漂亮啊 这个球我觉得李俊慧这个防守神之一手 3比5 这个球从自己的两腿之间胯下的旧球非常到位 短了短了 对方揭发球扑上来 所以刘宇晨这球有点犹豫 王毅律 杀 好球 这是本届全运会 羽毛球项目呢 男子双打上半区的半决赛 这是联合队 刘宇晨李俊慧 一个来自北京 一个来自辽宁 对阵的是 浙江队的王毅律和郑思维 王毅律呢 之前混双已经是打进了决赛了 好 我们看到就是 这招队的组合呢 由郑思维在中前半场去抢往分球 然后呢由王毅律在后场呢来进攻 下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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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了一个追身 这个摆脱不了了 因为个子一大 有的时候就打追身球 对于大个部球员的威胁 还是很有的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 个子高的队员 在往前的出手 一定要谨慎 要注意自己的速率 不要把动作摆得很大 而是要注意出手的速率 这球发得不好 就发出来这球有点 就高了 我们看过往以后 球头还在朝上走 对方的接发球很凶 推扑压中路 第三拍就很难摆脱出来 王毅律 好球啊 这个球王毅律非常聪明 拍子举起来以后 我们看这个点拿得很高 但是并没有下压 而是直接就挡掉了一拍 9比6 这球就是破坏了对方的整个节奏 快中有慢 双塔 下压 这球王毅律上来抢的这一拍 抢得真好 漂亮的出手 10比6 王毅律上来抢的这一拍 王毅律之前呢 他是就是混双 也是奥运会 混合双打的冠军 并发球 7比10 郑思维呢 也是更多的 他的主项呢 也是混双 但是呢 我们看到呢 全云会这两人的搭档 应该是 继续比赛 看看王毅律和郑思维 能不能战胜 联合队的李军慧和刘宇辰 如果能赢的话 那么混双 这两队将会失 这球 郑思维大胆地上来 去拿这一拍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就是你在半场的这种出手 大个子球员 有他的短板 你小个子球员就很舒服 因为他整个的就是 力弊比较短 所以他的动作幅度 不需要那么大 但是呢 我们看到高个子球员 他在后场的进攻 就是非常的犀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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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板掉中路 好漂亮 这球王毅律的封网 连贯的我们看非常快 这一下 十字比八 这场男子双打的比赛 应该说打得非常的精彩 尽管我们看郑思维和王毅律 不是经常在一块搭档组合 但是呢比赛的效果确实非常好 我们看两个人敢打敢拼 毫不畏惧 十五比八 发完了以后 你看他这一排的连贯 上来抢的这一排 赶出手 这球分的就 稍微有点勉强 没办法 因为球呢 还是被对方压住了 所以呢 郑思维这个反拍呢 分到这个点上 这球没有什么力量 这球是一个滚网球 王毅律也是举手 向对方表示歉意 发球没有过 就是我们看到 浙江组合呢 还是利用自己的发接发 跟对方来相抗衡 另外呢 就是半场的这种平球开打 然后呢浙江队呢 应该说非常敢出手 尽量呢 不调给双塔 尽量呢 这个球呢 就是控制的比较低平 不调球 你看 就是他就是这种球 他不调给你 然后呢 就是利用自己半场的 这种速度 速率 然后呢 利用自己的这种 放松的心态 我敢出手 敢去加速 去冲击你 杀一排 后杀前锋 王毅律把这球拦过去 郑思维 后场批杀 拦掉 这个球 位置可能没有 完全的能够 脚下能够到位 换发球 局点 二十比十一 换发球 十二比二十 换发球 杀 这球 下网了 而且下的还比较多 这球 好球啊 实际上二十一比十三 浙江队的王毅律和郑思维 在第一局敢打敢拼 第二局 比赛开始 零 比零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争夺 王毅律发球 好球啊 这球 偷得真漂亮 一比零 这球 其实我觉得可能第一时间 刘宇晨也觉得对方可能会偷 但是呢 他还是往前 重心往前一晃 这球 王毅律出手了 上来这两分 二比零 这场组合这个气势很足啊 现在需要联合队想想办法了 需要李军慧和刘宇晨 在场上要多思考 中前半场 现在要看住 而且呢 就是尽量的要减少失误 刚才呢 我们听到了 就是教练员 对于双塔的这个指导 就是说 希望他们呢 能打得更耐心一点 就是你在往前 强往以后 不要想着 对方一定会挑 就是你要多跟进 多准备一拍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呢 浙江队他们在战术的支 就是执行上 或者是制定方面啊 做得很好 4比0 好球 这也是 刘宇晨在中半场的 这个封网 后杀前锋 杀中路 换发球 5比1 好球 今天双打组合呢 就感觉面对 这张队的这种 非常有冲击力的 这种打法 有这种很强的 针对性的这种打法 一上来有一点点忙碌 不太适应 好球 这一球也是李军慧 抓了对方的一拍 快速地冲到往前 你看这段时间呢 就是逼迫着这张组合挑球以后 双打组合的后场的进攻能力 他们连续的进攻能力就展示出来了 这是他们的优势 加油 勇气 哎呀 这个球怎么回事 这个球 这球李军慧 怎么 怎么还打空了呢这一下 挥拍挥得太快了 这球 球还没过来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浙江队的王一律和郑思维 他们也有很强的后场进攻能力 因为他们打混双的时候 都是男队员在后场的进攻杀球 继续比赛 7比4 7比4 王一律发球 王一律杀 杀中路 这个球啊 郑思维想的是不错 但是对方的球也比较硬 这球反拍想抽到对角去 但是球没有能够压住 加油 杀 后杀前锋 再扑 哎呦 好球好球好球啊 你看这几分浙江队又不起球了 他们又把这个中前半场抢住了 就是用这种平抽档的方式跟你去周旋 又偷一个后场 强往上来 放网 正四为杀中路 对方分球 攻守转换 刘宇晨放网 这球 王一律失误了 但是整体上来看 这一分还是打得很精彩的 双方的拱手转换 整个的出球控球 都是很到位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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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怀 加油 李静怀 加油 7比8 7比8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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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罚球 重罚球 这球王一律失译没有准备好 重罚球 今天呢 这一场的当值的主裁判是彭海宁先生 这球有点高啊 发的 对方直接这个推扑压 放网球 5比7 5比7 快 放网球 8比9 8比9 加油 我觉得第二局两队组合 特别是双塔组合的发挥趋于正常了 第一局呢 感觉有点进入状态好像不太快 然后呢被对方的冲击的第一局呢 有点阵脚不稳 双塔组合 那第二局我们看双塔组合现在渐渐的稳住了阵脚 对于对方的打法也有了一定的这种适应 快发球 10比9 加油 投后场 发的真漂亮 这球连贯的时候很可惜啊 这球其实是折奖组合的优势局面 但是在连贯的时候呢 这一拍没有能够压住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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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比10 掉了 又是一个机会球打丢了啊 很可惜 明明的争夺战 继续比赛 那明天将会进行各个项目的冠军争夺战 今天呢整个的比赛呢分成了 这个两个区间 这球 这球 刘宇晨的这个反排的分球分得很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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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英律的连贯 啪啪啪啪啪 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连贯的节奏速度啊 非常的明快 球速 然后呢整个的力量还是压制住了对方 接发球呢这是一个滚网球啊 所以呢我们看王英律挑起来以后 双塔组合就直接下压了 双塔球 12比13 这是刘宇晨的一个失误 加油 12比13 哎呀太着急了这个球 我们看今天啊浙江队频繁呢去偷这个 刘宇晨的后场发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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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双方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发接发环节和中前半场的这种控球啊 这段时间双方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发接发环节和中前半场的这种控球啊 利用中前半场的分点平球快打来创造机会 现在谁都不轻易挑球啊 主要是中前半场呢连贯 利用速度啊 利用自己出手的力量去压制对方 加油 在这种短距离 这种快节奏高水平的对抗当中 这球都是电光石火 你看你只要挑球 这个就有可能遭到对方的猛攻 加油 这两队组合 这两队组合 后场的突击能力都是很强的 哦 好球啊 漂亮啊 这一球李俊慧接完发球以后 这一下反应真快 后退当中你看这个拍子举起来以后 快速的自己的一个连贯 这一球刘宇辰出的不好 换发球 14比17 王毅律和郑思维呢 他们在第一轮是战胜了广东组合 王泽康和邓浩轩 也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 连班两局逆转过关的 他们在第二轮呢 又战胜了欧轩义和韩成凯 这是一对福建组合 然后呢四分之一决赛 他们战胜的是 这个北京的张南和冯彦哲 张南和冯彦哲 这场比赛 他们也是打了一个三局 换发球 15比18 邦思维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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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颗球 哎哟 这球啊 太着急了 这球啊 对方其实揭发球 盘网 球崩起来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 王一律这个球啊 有点太过着急下手 还是大个的球员 再往前 你这个一定要注意 你的动作速率 这个速率慢了 这个球就压不住了 好球 好球 这球我觉得 李俊慧的出球很清楚 一看对方的站位 集中到了场地的左半区 马上把这个球抽到 对方的这个场地的 右半区的空档 这样双塔组合 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加油 继续比赛 加油 场地上可能还是有些汗水 运动员出于谨慎的考虑 这样21比15 郑思维揭发球出现失误 双塔组合是胜了第二局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 现在目标是奔着包揽全运会的 这个男双决赛而来 现在王毅律和郑思维 对阵联合队的李军辉刘宇辰 这场男子双打的半决赛的决胜局开始了 这种高水平的竞争 其实打到最后 我们说其实就是先豪之争 其实第二局 我觉得两队组合发挥的都不错 但是呢 其实就是看 最后的这几分 这两组合呢 在一些机会分上 他们没有把握住 出现了一些失误 两个半场球没有压住 打出底线 代表 你才有点 在运动 舰宇辰 舰宇辰 他们是小手指 搞什么 湯太农赛了 5四比0 开局 双打组合这个 现在是4比0领先 我们看双打组合又有一些变化 他在平抽快打当中 他有一些软的 就是你要快 你要硬 但是你看现在双打组合 有一些软放 软打 就是不让你去借力 我不让你快起来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球是对方的揭发球 有一个滚网 破坏了刘宇辰的这个节奏 刘宇辰要求换一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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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球呢还是发到了对方手里 这推扑以后 这个第三拍的衔接 郑思维已经很被动了 球已经是出了软球 你看 你看双打组合现在在往前中半场 他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的球 你老想加力吗 我就给你一些软挡软放的球 我不让你加力 你想把这个节奏带得很快 利用中前半场的那种快速球压制住我 他有一些变化 他有一些软挡软放的 这一招还确实是很管用很奏效 相反呢我们看到就是浙江队呢 郑思维和王毅律呢 这个时候就是有点着急 就是一味的去加快这个节奏 其实现在有点不合时宜 或者是讲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战术选择 还是要稳一稳 对于浙江组合来讲 这时候丢分不能丢得这么快 还是要在场上把节奏稳住 他就会把节奏稳住 你看他现在就是双场组合在往前的锋芒 他有一些软挡 软放 然后利用这种的速度节奏的变化去干扰对方 不让对方抢的这个速度和节奏这么快 然后自己再去从中觅得一些机会 这种很好的这种节奏变化 11比2局奏效了 但是随着决胜局对方的变化 你要马上做出调整和变化 像这种硬碰硬的球 可能这张组合并不怕 换球 换球 这球因为大比分领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双场组合呢 在接发的这个环节上 发接发的这个环节上 他们现在可能就是出手更加大胆 因为心理压力也比较小 好球 这是你看浙江队的通过一个节奏变化 软放了一拍 软放了一拍 这一拍 再去抢你 分对角 好球啊 这球分得真漂亮啊 这球 对方杀直线以后 浙江组合分对角 5比12 这个对角球给得真清楚 郑思维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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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1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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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1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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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这个球 在整个的这个联贯和跑位上啊 我觉得折迦组合还是有一些 这球其实王毅历应该举拍啊 他这个横向的一动反倒是挡住了这个郑思维 这球举拍他有机会的 这球发的好 这球发的确实是非常贴老 而且发的有一点 就是奔对方的中路 这个五号区 没打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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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前面其实是双塔组合 占据了优势 我们看到刘宇辰一个人在 拿高点然后分点的调动 其实调动得非常好 但是刚才两个人还是配合上 没配到一块去 那一拍其实刘宇辰有点想让给李军慧 两个人没连贯上 边线出界了 这样浙江组合现在是逐渐的 在把比分破界 杀一排后杀前锋 李军慧 这球是杀出了界外 底线的一拍进攻出了界 出了界 这球感觉刘宇辰没跳起来 刘宇辰没跳起来 12比14 这个悬念依然是很足的 这场南斯坦达的半决赛 这球是半场的 揭发球回了一个滚网 王英律把这个球推过网的时候 其实这个球不是很到位 有点可惜啊 这个球 正思维上来揭发球 推扑的这一下 当然了 这个球应该说刘宇辰 发的质量也是很好的 现在要求工作人员 来清理一下场地 今年的全运会呢 我们看到羽毛球呢 是采用了这种绿色的地胶 周围呢是蓝色的这个地毡 继续比赛 双方这段时间就是发接发 13比16 13比16 勾对角 好球啊 这球王英律上来的还是很快的 破解了对方的这个勾对角的这一拍 王英律上了这一下 就是快速补防自己的这个场地 左侧的这个空缸 还是利用发接发 这个双塔拿下了这一分 接发球的质量很高 18比14 现在啊就是发球上还是看看谁质量更好 谁更大胆 十二一拍 分对角 好球啊漂亮 这球郑思维飞身的一个挡网球 我们再看啊 放发球 15比18 飞身的一个挡网 这一分打的就是半场的平球快打啊 看到两位就是两队组合的球员 这个在场上的专注度都很高 十九比十五 双塔现在领先四分 挑给对手郑思维的下压 好球啊 好球啊 快发球 平手啊 十六比十九 加油 加油 十六比十九 接下来呢是郑思维发球 然后呢是李俊慧接发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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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进的这一下刘宇辰还是有一点点慢了 这球李军慧拦掉以后呢 我们看郑思维上来放网 放网呢 然后呢刘宇辰想抓他这个放网 这个双塔呢要求换球 这张队没同意 好判断 这个球 这球刘宇辰开的举起来了 但是一看这个球的高度弧度 这球放过去了 这样长点 18比20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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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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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呢 在先输一击的情况之下 连班两局 战胜了浙江队的王毅律和郑思维这队组合